今天早晨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 福事正义 对基督徒来说 或者对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 和样式的人来说 工作是上帝给人一个重要的天职 你我无论在世上生活多久 我们都要工作 用基督徒圣经里面的言语叫做福事 为了要讲解福事 怎样福事 为什么要福事 福事的根基是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用十一章 来讲到他的根基 你会发现整个信仰的系统 我们要讲一件事 要把他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以至于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有根有基的做事情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 讲到这世界的人 犹太人他们是有罪的 我们这被称为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 也不要高兴太早 圣经保罗的笔触 清清楚楚的记载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 一个也没有 他们都偏行几路 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照希腊文哈马提亚 就是一个罗马的军兵 骑在马上拿着射箭 当这个射箭的射把射出去的时候 没有射中红心 那叫做罪 也许我们没有杀人换火 但我们在心中有任何不纯洁 不好的动机 那就是罪 天底下没有一个完全人 天底下没有一个完全的义人 所以保罗说 没有一个义人 一个也没有 我们都偏行几路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 提到现代人每一个人的现状 我们需要拯救 我们需要救恩 我们需要被救赎 罗马书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讲到第二件事情 既然世人有救恩的需要 我们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方法 那救恩的方法 就是在创世以前 请听清楚 创世以前 永恒的上帝 第一位格的上帝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拆遣第二位格的上帝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拆遣第三位格的上帝 上帝预备了救恩 这是圣父 圣子成全的救恩 两千多年前 神成为人 道成了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你 为我 为全世界 普世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公义的记号 十字架是 慈爱的记号 犯罪的是亚当 是夏娃 犯罪的是亚当 夏娃所代表的人类 我们人 因为一人犯罪 全部都圈在犯罪的里面 我们都犯了罪 该死的是我 该被审判的是我们 可是 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造人的上帝 在问谷之先 就预备了救恩 时候满足 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仁爱 成就了公义 所以我们说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上帝的荣耀 上帝在基督里面 为我们舍身流血 买赎我们 使我们可以 因为看见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所成就 所做的事情 我们心里受圣灵的感动 所为何是我 应该受审判的是我 你竟然愿意为我 为我们 使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我们口里承认 我们心里相信 透过信靠耶稣基督 于是与造我们的上帝和好 这叫做福音 阿武古斯丁在第三世纪 这样说 还有谁可以想到 比这一个方法 更好的方法 就是除掉人的罪 挽回人的罪 他自己成为赎罪计 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为信靠 耶稣基督 能够最得着赦免 与上帝结为 很好的关系 成为上帝的子民 他说有谁可以想到 比这个方法 更好的方法 那一个人必定是上帝 意思是说 普遍之下 从古至今 再没有人可以想到 比这个方法更好的方法 翻开所有的宗教哲学书籍 有关谈论宗教信仰的 没有一个任何的宗教信仰 谈到救赎的观念 只有基督教的信仰 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 被定食在施架上 可以使我们 得蒙救赎 与神和好 这是保罗在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罗马书所谈的 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第七章 第八章 讲到我们救恩的生活 既然我们得救了 既然我们蒙恩了 既然我们是不被怜悯的 今天竟然得着怜悯 我们是局外人 话外人 今天竟然可以成为 上帝的儿女 所以保罗勉励我们说 我们应当在基督里面 好好的生活 这生活叫做救恩的生活 可是你我都晓得 肉体的躯壳 我们这个身体 仍然是软弱的 所以保罗说 应该做的善事 我应当去做 可是我反倒不做 当我去做 我应当去做的 而我却没有去做的时候 他说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所以罪仍然在那里 蠢蠢欲动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可以救我脱离 这取食的身体呢 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可以怎么办呢 这时基督就来了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 第八章第一节说 感谢上帝 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就得胜有余了 靠着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靠着他在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我们得以能够胜过肉体 做讨上帝喜悦的事 所以第八章结束了 我们要有救恩的生活 到底这个救恩的生活是包括谁呢 只有那上帝所特别拣选 怜悯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吗 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十二支派的人吗 不 他说救恩是为普世万国万民的 所以救恩的范围 不只是给犹太人 也是给在座你 在座我 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们都偏行几路 但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领受十字架上的爱 公义跟慈爱 上帝的怜悯可以临到你 可以临到我 保罗用十一章罗马书来讲这件事情 当他讲完了 你明白了 你知道了 这是整个是工作的服事的根基 所以讲完十一章 十二章第一节 话风一转 所以 请记得 圣经中如果有两个字 所以 表明前面都是因为 因为这样 何等的人蒙神拣选 我有救恩的需要 上帝预备救恩的方法 他鼓励我 给我有圣灵的能力 基督的力量 在我心中 让我有救恩的生活 并且我也被圈在救恩的范围里面 竟然是如此 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根基 我相信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是深的 所以保罗也经过这个预备以后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 身体 献上 当作活祭 sacrifice 献祭 在旧约里面讲献祭 你我读过圣经 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当我们讲献祭的时候 请告诉我 哪一个祭物献上的时候 不是死祭 都是死了 无论是牛 是羊 比较经济能力差一点的是 除割 把这个献祭的祭物 带到祭坛上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是要从他的这个颈部割一刀 让血流出来 然后把血弹在这个圣坛上 表示赎罪 这是一个用祭物性的 主体性的代表 要表达后面的神学 属灵的含义 但无论如何 我们只能知道一件事 当祭物献上的时候 都死了 可是保罗用一个字 是活的 为什么基物献上不是死 而是活的呢 圣经出现过三次 彼得讲两次 保罗讲一次 彼得很喜欢用这个活字 他说我们都像是活石 Living stone 你是一块活石 我是一块活石 所以这许多的活石放在一起 就把这个漂亮的礼拜堂盖起来了 这是许多的活石盖起来的 当然那是一个比喻 你是一块活石 我是一块活石 要建造上帝的灵工 所以上帝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是活的 彼得用了第二个活 Living hope 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 我们相信基督一定再来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生命册上记录有名字的 当我们的神 在那基督再来的时候 说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 你我 如果我们的名字在永生册上 那一天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呼喊 某某某上到这里来 我们要与主相会 彼得说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这世界一切都要过去 当然现在的恶物战争相当的凄惨 我们心里面相当的难过 相当的难受 但我相信神主导在其中 这世界的邪恶势力可能脏狂 但是整个事局掌控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相信这世界的走向 在上帝的引导里面 你我可能在现阶段看不清 说不明 我们不明白 但是主 He reigns 祂掌权 我们带着这样活泼的盼望 主啊那一天我要清楚 我会明白 当那一天你再来的时候 这些我不明白的事情 全然会在我的身上 我清清楚楚地验证 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当那一天来到 彼得说的这是Living hope 活泼的盼望 第三个是保罗写的 活祭 刚才我说 祭物献上的时候 不都死了吗 可是为什么会是活的呢 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再一次 看见这个活字的异象 摩西在出埃及记 到了和列山 和列山上 那是他千百万次 每天早上上山 每天晚上下山 他在那里牧养他的岳父 耶特罗的羊群 突然有一天看见一个异象 远远的看 有火在那里焚烧 地上的荆棘着火了 地上的荆棘烧起来了 他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就走进去看 当他看见的时候 荆棘燃烧 燃烧 却没有烧毁 Burn And yet not consume 他看见这个异象 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异象 我们失去这个异象 太久太久了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工作 好像是活迹 现在主人面前 可以是不死的 在我的年代 父母亲盼望他的孩子们 你们以后要读医科 做医生 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你们到大学 最好读法律 毕业以后做律师 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 在我的年代 如果有父母亲听到他的孩子们要去做牧师 千万不可 千万不要 这是一条死路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这个生活会很卑微的 薪水是很少的 工作是很辛苦的 这是一条死路 A road let's travel by 我相信这世上还有很多的工作 包括宣教士 包括传道的工作 包括还有很多我们比较卑微的事工 我们做人父母亲的 当然都期待我们的父母亲 孩子们能够有份好的工作 当我1979年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全职的学生 一个礼拜打四份工作 我在那样的环境正式开我的眼界 什么叫做工作神圣 我在学校的学生宿舍 扫厕所 我感谢东海大学 让我两年这里的教育 我们要扫厕所 我们要在街道上扫树叶 在美国中西部 我到印第安那州的时候 是清晨五点钟起来 要在街道上除雪 校园里面的每一条路的 那个堆雪的地方 我要去除雪 秋天扫落叶 平常时候在厕所里面扫厕所 工作神圣 那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课 但竟然是在东海的大学 校园里面的两年的劳作制度里面 我学会了 感谢神在这里造就我 帮助我能够有这个所谓的超前部署 当摩西在那里看见这件事情 他学习了 什么叫做魂而不悔 这个路如果是上帝引导的 这个工作如果是上帝交托的 请相信上帝的话 继续的行走吧 继续的做吧 当年马杰博士从海外来到台湾淡水 马亚各医生从海外来到高雄 他们就是带着这种精神 所以今天长老会的那个名言 是马杰博士 马杰医生的话 宁愿烧尽 不愿嗅坏 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期待这世界比我刚来的时候更好 Burn yet not consumed 我服侍主45年 我可以站在这台上 为我们的上帝做见证 走过许许多多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我今天仍然能够站在台上 分享上帝的话语 这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 好像是一条死路 许多人不敢走上去 如果我的孩子去做宣教士 怎么办呢 很多的见证人可以跟我一样 包括你我 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这一生 我这一辈子 我走到如今 我把自己好像活迹一样 陷在台上 主不断地帮助我 燃烧 再燃烧 再燃烧 Burn yet not consumed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我在世的年日在祂的手中 没有上帝的允许 上帝会让我们持续在这世上 不断地事工 持守 工作 服事祂 这是第一个原则 服事的真意 我们在灵命上按神的旨意来更新 所以保罗说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明白 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 这一个真理 现在只不过告诉我们说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献上当作活迹 保罗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相信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一定是心甘情愿 为何是我 是一个残缺破碎 有罪不完全的人 竟然上帝厌重我 还让我给我这样的尊贵的身份 称为上帝的儿女 来侍奉祂 来为祂工作 何等的荣耀 有何等永恒的价值 无论大小事 无论做什么 今天哥罗西书最后一节 我们带领的弟兄 要我们一起读的 无论做什么 不是为主做 不是为自己做 都是为主而做 这是服事的工作 侍奉观念的最基本的 我们在灵命上 按上帝的旨意来更新 如果要按上帝的旨意更新 重要的是尾身 然后查验 一方面尾身 把自己献上 一方面的查验 主啊 我有哪里还有缺失吗 我有哪里可以改进吗 我有哪里可以再加强吗 我也可以哪里再补足吗 有哪些弟兄姐妹 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吗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尾身的事上 继续的尾身 继续的调整 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尾身 这是工作 事奉的第一个观念 在灵灵上 能够有所更新 1972年到76年 我在这里上大学 当年有一位牧师 叫刘富里牧师 是我们的校母 当年的校母 带领我在这里信主了 我现在在神学院侍奉 这位刘牧师 也是我前面的一位的院长 继续还在我们的神学院 教一门课 很重要的课 叫灵命塑造 有时候看到 神学院里面的学生 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怎么他的行动 他的为人 会是做这样的事 当每一次 我们在讨论 这些学生的一举一动 让他感觉好像是 不是很贴切合适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点自己自责 他说这个是灵命的问题 这是灵命的关系 而我又是教灵命塑造课程的老师 他会觉得有点内疚 是没有教好 当然很多时候这是双方面的 但我们看见 我们越多在上帝的面前 不是信耶稣基督 就找到一个到天国的门票 不是的 乃是因为前面十一章 不断的感动我 激励我 眺望我 引导我 以至于我可以把 这一个神所挽救回来的 属上帝的人 来献身在上帝的工作上 世上的工作不分圣俗 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 大学的老师 计程车的司机 工程师 副事或者是这个所有的工作的内容 我们所做的只要是为主而做 都是神圣的 哪怕就像我当年在每一个宿舍的洗手间 在那里清洗他们的这些房子 我告诉我自己 盼望给他们一个清洁的环境 让他们在使用的所有的事情上面 觉得心里面 觉得舒适 这是我们该有的工作的观念 灵命上 按着神的旨意来更新 第二 我们在团队中 看自己 何夫忠道 经文接着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何夫忠道 看得何夫忠道 79年我就到印第亚纳 去那里留学 读神学 毕业以后 我就在印第亚纳州 神托付也给我机会 带领第一个在美国的教会 那个地方首都叫Indianapolis 是一个非常交通密度 很核心的地方 往北边有圣母大学 Notre Dame 往西北边有普渡 Purdue 普渡大学 往西边有Illinois Champaign Illinois 是这个Illinois大学 往西南边 有这个印第亚纳州立大学 往南边 Volmington 有印第亚纳大学 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的大学 也感谢神让我在东海 有机会做这个学生工作 所以我到了那里 做牧师以后 当然那是我自己 起家的一些经历 就心中有负担 就服事周围的这些大学的查经班 后来在大学查经班周围大概七个查经班 慢慢一个一个都成立了教会 有很多这些博士班的学生毕业了 有的回台湾 有的留在美国 他们继续在那里教学 后来在我自己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 也有一些这些大学查经班 我受洗的帮他们带领他们的 也回到自己的教会来 前前后后我在那个教会二十年的时间 经历过至少七个主席 都非常的优秀 其中有一个主席 有一天到我的办公室就跟我讲 说陈牧师 我担任我们教会的主席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我应该交棒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这些年在教会里面担任主席 我已经用尽心思 我的所有的创造力 以前所有的想法 我的一些计划 我差不多在我们教会都做了 都实现了 这大概是我可以继续带领这个教会的 一个极限的地方吧 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同工 说不定他们可以接棒 往下面再走一层 我是一个算是蛮会鼓励人的一个传道人 可是那一天我心里面深沉的思考 这是一位有理想的弟兄 他也忠心的侍奉 他现在来到一个传道面前告诉我说 我没有过于我自己所当看的 我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高 我没有把我自己看得很低 但我知道我的能力 大概带领这个教会到这个阶段 应该是适合了 让其他的同工接下去带领一步 其实我心里面是蛮感动的 我接受他的这样的请求 就让他在那一任结束以后就下来 让别人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跟态度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工作 是任何其他的人不能取代的 但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忠心的良善的在上帝的面前做好我们的工作 每一个阶段性的责任告一个段落 我们学会交棒 这是我们的工作观 我们在团队里面看自己何夫忠道 经文说正如我们一个生子 有好些的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 意思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这个恩典 恩赐都是同一个字根来的 如果是前面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这是Kiritos 到了恩赐变成Karisma 恩赐的负数变成Karismata 无论是Kiritos,Karisma,Karismata 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恩赐是白白来的 恩赐是从上而下的 恩赐不是我邀请我自己要来的 恩赐是圣灵随他的意思 要给谁就分赐出去的 这个恩赐Karisma,Karismata,Kiritos 这里指的是我们所有的恩赐 是为着教会的建立来的 如果我们的恩赐不是因着教会的需要 教会的恩赐的需要要建立教会 使教会在质量,教会在数量 教会在组织,教会在结构上 可以成长的话 这恩赐圣灵是不会给的 圣灵按照教会的需要 我再说教会的需要 而把这恩赐赐给基督身上所有的肢体 我刚才提到79年我到美国中西部读书 在神学院的那一个地方有一个蛮大型的教会 就是我的神学院的教派的教会 大概有几千人在那里聚会 除了神学院的老师,大学部神学系的老师 加起来至少15位上下有PhD在神学上面造译蛮深的 这些学者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 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是我的神学院毕业的 称作道学硕士,三年道学硕士 跟念的博士当然有差距 可是竟然是因为我的学长在那个地方牧养教会 如果我的这些老师们告诉这个牧师说 牧师,我是教你讲道学的 每个礼拜的主日我来讲道 如果这个牧师告诉他说 我是教这个教会行政管理的 教会的行政都我来 牧师你不用管 我想这个牧师很难牧养这个教会 这十几个神学教授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他们怎么做呢 来到这个教会 需要有人关心 有人探访 需要有人带导 需要有人带领小组 他们就在自己的教会感受一下 神啊,让我的眼睛张开 看见教会的需要 有什么需要是我可以服侍的 让我就在那个可以服侍的地方 来建立你的教会 美国有一位已经离任的总统叫做卡特 卡特总统 乔治亚州出来的 当他进了白宫的第一天 他第一件事情 就在华盛顿地区特区去找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教会 礼拜天就走进礼拜堂 像你我一样 平常人 平凡人 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子民 进到礼拜堂去聚会 坐下来 专心地听讲道 主日崇拜结束以后 他就走到牧师的办公室 就问牧师 说牧师 请问我们教会 有哪些地方需要人服侍 有哪些地方 有需要我可以参与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那天牧师告诉他说 卡特先生 卡特总统 我们教会需要有人教主日学 从那一天开始 除非有重大的事情不在特区 他一定去做礼拜 他一定在他的教会里面担任主日学的老师 这是一个工作官 1975年 是我东海大学三年级要升大事那一年 刚好格里汉布道会在台湾举行 10月1号到10月5号 只为了那短短五天的布道会 我在东海跟另外一位的校目 叫卓中敬牧师 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做动员队 东海大学的学生 跟我一样 我们一样认真念书 可是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台湾全岛各地 地方教会只去告诉了一件事 你们要祷告 你们如果有认识的人 要记得10月1号 10月5号 带领他们去参加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 就单单做这件事情 在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小弟 他是孤儿院长大的 有一天 他告诉我们 他的教会需要一个师班的指挥 就在教会的师班指挥需要 就在教会的Vuletton上面登 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师班的指挥 来带领我们师班 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声音 两个月过去了 没有声音 后来他跟上帝祷告 说神啊 你的教会需要一个师班指挥 我虽然在这方面我不晓得能做什么 但我愿意 主你若许可 我愿意出来带这个师班 他就去请一个师班指挥过 有音乐素质的老师教他指挥话 他就开始学习 一个月以后 他就担任了他们教会的师班的指挥 教会的师班就给他这样就带起来了 格里汉布道会需要一个全体的师班500人 我们分成东区跟西区 每一区号召250个人 这位小弟兄后来就在这个250的师班指挥里面 开始指挥起来 这是我说的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赐 因着教会的需要 我们向上帝祈求求神把可以建立教会 是教会的职 教会的量 教会的组织 教会的结构 可以建立起来的需要的恩赐赏赐给我 我们就这样踏出去了 保罗在大马社的途中被主光照 在被主光照以前 他的能力叫做才干 他是在加玛利学派里面学的最好的辩论法 辩证法 这个逻辑思考法 他的讲法能力是 你看他的这个保罗的书信里头 那样的清楚 恶要明白 逻辑 思考 是一等一的 可是在信主以前 这是才干 当他的心转向上帝以后 才干可以被上帝使用成为恩赐 才干是才干 是为自己 恩赐是恩赐 不同的是为上帝 当我们的心转向上帝的时候 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才干 转变为荣耀上帝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这是其中最大的分野 所以保罗这里说 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 前面说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上帝赐给他的恩 从天而来 为着教会的需要就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但有合一的见证 用英文比较好了解 多样却是合一 合一而多样 没有任何一个恩赐是说 你是大 我是小 我们都是需要的 都被需要的 都是重要的 我们在合一中看见多样化 我们在多样化看见合一 都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所使用 最后我们在侍奉里 按彼此所得的恩赐 所以经文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如果会预言就照信心的程度说 如果是执事就专一 如果是教导就专一 如果是劝化就专一 如果是施舍就诚实 如果是治理就殷勤 如果是怜悯就当甘心 这里讲到七个不同的恩赐 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七个不同的恩赐 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七个不同的恩赐里面 用一个形容词来表达 当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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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强调一个事 就是要忠心的意思 不管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 我们要忠心的使用它 可是一个事情来了 我如果不发现恩赐 我怎么能够使用恩赐呢 我需要发现 发现在发展之前 发展在使用之前 所以发现发展它 发展了以后继续的使用它 这是我们工作的内涵 初一学生物 我还记得生物老师 就带我们到实验室 用一个放大镜望远镜 夹一滴水 在镜片上面 就把它放在镜片上 然后夹一个玻璃 然后就在放大镜的下面 就在那里调焦距 调完了 哇 好清楚 有一只单细胞的微生物变形虫 变形虫就在那个荧幕上面 跑来跑去 钻来钻去 想找一个地方要钻出去的样子 我还记得那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 Omiba的特性就是这样 Try and try and try 试着又试着又试着 想要找到一个它可以跑出去的一个方向 服侍也是如此 恩赐也是如此 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 教会有这个需要 我就上去了 我就试试看 如果我为了这个侍奉 上帝让我看见有这个需要 当我这个需要假定说是要教主日学 如果我要教主日学 我礼拜一睡不着 礼拜二睡不着 我这一个礼拜都睡不着 也吃不下饭 一个礼拜下来瘦了五公斤 那我想那个大概不会是上帝要给我的恩赐 如果有一个弟兄 他需要人祷告 我去为他祷告 祷告完了 他告诉我说 弟兄谢谢你为我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感受到上帝给我力量 从里面而发 我感觉我好起来了 一个是从我们本身的实验当中 从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的肢体当中 得到认证 得到验证 我们也看到他的果效 很可能这是上帝要给我的恩赐 我们就从这样的方式 对我来说 上帝会给我有一点成长的边缘 给我一点压力 给我一点push 让我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感到一些压力 可是我可以完成它 不但完成了 我有肢体会告诉我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吝啬 让别人知道说 你今天教的主日学 我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领受很多 我学习很多 弟兄我在你身上看见 上帝给你这个恩赐 这是肢体的见证 肢体的支持 我们看到结果 结果有一些人 他们确实是得到了建立 得到了造就 得到了许多的 他们需要的东西的支持 所以在这样的验证当中 我们晓得 神真的有给我这个恩赐 所以我有一个恩赐以后 教会可能还有其他的需要 我要继续的explore 继续的发展 继续的发现 继续的使用 这是我们的工作观 所以保罗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我们当专心 而且所求的是有中心 我们不能取代别人 我们最好做自己 看见教会需要做自己的方法 就是好像奥米巴变形虫一样 去试验它 好让我们的恩赐得以发挥 如果不发挥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结果 花挥的人发现 去发展 然后去使用 神说你是五千两银子 你是两千两银子 我要有的还要加给他 如果好像那一千两银子 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他说我如果拿这个去 没有赚钱怎么办 所以他就干脆把它埋藏了 把他的恩赐埋藏了 神就对他说 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你将要哀哭切齿 这是两种不同的审判 有的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都夺过来 有一只小蚂蚁 他不甘心自己只做一只小蚂蚁 他在三度空间的二度空间地面上 看见一只蝴蝶在天空飞来飞去 他好生羡慕 他说我如果是一只蝴蝶 不晓得有多好 他就想我要训练自己成为一只蝴蝶 他就去学航空工程 帮助他怎么样做翅膀 他就为自己做了一个翅膀 又为自己做了另外一个翅膀 当工程学学完建物做完 他就把两个翅膀绑在小小蚂蚁的双侧上 当那一天 那一个日子 他非常的兴奋 就开始把双翼就展飞起来 真的就飞起来了 哇 就在天空 可是没有多久又降落了 再也飞不起来 当他掉在地上的那刹那 他非常的挫折感 非常的失望 就在他非常挫折失望的时候 他举头一看 树上竟然有一只蜘蛛 他结出漂亮的结枉 他说我做不成蝴蝶 做一只蜘蛛也不错 可以结枉 他就改变他的饮食 on diet 盼望能够吐尸 结出漂亮的这个结枉 那天他怎么吐 怎么吐 就是吐不出来 正当他非常伤心难过的时候 旁边有一群蚂蚁雄兵 他们正在那里努力的工作 爬过来爬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其中有一个蚂蚁小弟兄就叫他说 嘿 小弟兄小弟兄 赶快过来加入我们吧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有看到吗 我们这里有这么大的一块面包 我们今天要把这块面包 全部带进那个山洞里面 准备过冬 小蚂蚁说哪里怎么有可能 后来虽然是垂头丧气 就加入他们的行列 果真那一天 从早到晚 蚂蚁雄兵列队的很整齐的 每一只蚂蚁走到那边咬一口 再列队的走回来 放到这个山洞里面放一口 再走回去又咬一口 然后又走回来又放一口 一天果真把这一块面包 搬到山洞里面去 这一只蚂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原来想做蝴蝶 想做蜘蛛 以它们为龙 现在它感到自己 以自己为龙 它觉得做一只蚂蚁 在这个团队里面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in Unity 合一里面 同心的侍奉 同心的工作 把一个工作好好的完成 好好的将它做一个中两 它终于找到工作的含义 工作的意义 跟工作的价值 以自己作为 以你 以我来说 上帝的儿女 这是我们的天职 神把这个大地 让我们来管理 我们 在这一个经文当中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 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在我们的身上 太大 太深 太广 我们被激励 我们被感动 我们被吹逼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弟兄们 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会经历 不断地在这个死路上 看起来是死路 可是却是活的 把我们一生 献在主的面前 被神使用 最有价值 天父上帝 谢谢你 给你仆人 今天早上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传讲圣经中的真理 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你在我们 在世上 有一个永恒的目的 有一个荣耀的侍奉 就是无论做什么 不是为自己做 乃是为主而做 神圣的工作观 在这经文当中 展露无遗 愿我们在路上继续地奔跑 我们相信 就像马接博士所说的 宁愿烧尽 不愿嗅坏 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愿我们看见这世界 比我刚来的时候更好 谢谢主的提醒 谢谢主的教导 同心感恩 同心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求 阿们 监独